接下来我们继续去片场探班 电视剧《爱情闯进门》正在深圳拍摄 尽管非常辛苦 但是各位主演却是苦中作乐 来看看现场的画面 别看宋茜周密两人拍戏时 一副针锋相对的样子 导演一喊停 两位好友立马原形毕露 互相挑战起来 相较之下 常给人以剑唐开朗印象的 另一主演陈奕如 则在一旁自顾自地把玩手机 似乎与片场的轻松氛围 有些格格不入 但其实另有眼情 但是要说你们千万不要 就是拍戏中间休息的时候 跟雨江说话 你们千万不要跟他说话 搞得我们压力很大 我们也有被告知 对啊有啊有啊 我们有时候每次讲一话 到底这个要不要聊啊 就是话题进行到一半 然后就被卡住 难怪他们常常在旁边聊 都不跟我聊 我以为在讲我坏话 不是也是导演规定的 不是在讲你坏话 只是我们想跟你聊天 但是导演就看我们 就哦好吧 每次我就在聊什么 在聊什么 他们就没有啊 由于在新剧爱情闯进门中 饰演一个性格内敛 不善表达的人 陈奕如不仅常被 其他三位主演孤立在外 更有让他说不出的苦恼 因为就是想说 私底下开玩笑 会比较放松比较有默契 可是因为我角色 真的很内敛 完全不会跟人家开玩笑 然后他们每次都说 你这样是不会开玩笑 然后就不让我讲话 拍完这一步 我可能要去看个医生 这也不太舒服 你知道 由于甚至拍摄辛苦 剧中几位主演的影迷们 常常带上各种美味佳肴 为剧组上下加油鼓劲 由于粉丝们热情高涨 盛情难却 各位主演的体重 也似乎有了一路飙升的趋势 一副戏拍下来 然后四个人都变胖了 对啊 是 对啊 真的有 真的有耶 你们有变胖吗 我拍到现在胖了快两公斤 这个问题不能回答 变胖多新鲜啊 没有啊 哪里有 可能啊 所以是你们家里有 要关你 来下一个问题 行义乐在线 深圳报道